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櫻花春日的妝容 那我會先用蘿拉的氣墊 他們家的光澤度跟遮瑕度我覺得都算偏高 然後其實上起來有妝感但又不會太厚重 然後持妝力我覺得也非常好 然後整體表現下來我覺得都還蠻滿意的 然後氣墊我會先避開眼周 然後再會用遮瑕去上在眼下的部位 這樣子才不會太厚重 接著再用MAC的287的刷子輕輕的往外延伸 然後因為這支遮瑕它的延展度非常好 所以輕輕的帶過它其實就會延展度還蠻高的 然後我會用遮瑕刷上面還剩下一點點的遮瑕霜 再去輕輕的帶過臉部的其他部位 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也可以帶過去 就是讓臉部光澤度會變得比較高 然後遮瑕度也會高一些些 然後會用遮瑕膏去做打亮 然後是用031的530的比較小支的遮瑕刷 就是遮瑕刷的彈性跟大小都剛剛好 就是不太會容易有刷痕 然後也蠻服貼皮膚的 就是刷一些鼻翼啊嘴角 其實都還蠻方便的 再來用Bobbi Brown的雨柔蜜粉餅 這蜜粉餅我非常喜歡 第一我覺得它顏色非常的剛剛好 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上在臉上不太會有妝感 但是它又會有定妝的效果 再來就是它不會很乾 因為有些定妝效果很好的 但是上在臉上還蠻明顯就是會有粉體的感覺 但它不會 就是它會蠻服貼在你的底妝上面的 所以這一塊我非常的喜歡 臉部大部分的面積我都已經用大支的蜜粉刷定妝 現在會用小支一點的鬆刷 去定妝在一些比較小的地方 例如說眼角眼下鼻翼嘴角附近 去加強定妝 用禰豆腐的蜜粉餅 去加強定妝 去加強定妝 出口 大概是一塊的 出口 怎麼回想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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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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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今天用自然的棕色 就是让眼神柔和一点 然后从后头慢慢的画到眼头 让眼神出来 再来今天眼影是改版后的Suku四色眼影 然后这是纯斧纸的颜色 这盘颜色温柔又有精神 很适合每天画 而且颜色调得刚刚好 适合皮肤偏白 然后喜欢淡雅妆容的女生 我会先用眼窝色 先轻轻的大范围暈染眼窝 先让眼窝的轮廓更深邃之后 我们再加强下眼影的部位 然后由后往前慢慢的把它暈松 再用玫瑰色去加强它的深邃度 从眼尾开始慢慢的往前 再次大家再加强这个 这些松队就没写着 就这些松队就没写着 就这些松队就没写着 你只能把手放在里面 还没写着 不过 那这个松队就没写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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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